有美光線灑落花蓮天空 民眾拍下反霞光美景 因為清晨好天氣加上有雲 就連淡水漁人碼頭也有出現 只是好天氣沒持續太久 全台各地開始下雨 先向北北東 然後再向北北西 受到影響 最主要還是北部 東北部還有中南部 熱地壓靠近台灣東部 但結構不夠扎實 加上周圍海溫逐漸降低 才會讓熱地壓 深層颱風的時間一延再延 不管熱地壓會不會變颱風 它的環流一定會影響台灣 從週一清晨開始 北部和東半部就會開始下雨 雨是恐怕持續兩天 到週二才會減緩 但台灣周圍海域相當熱鬧 數一數一二三四五 五個熱帶系統排排站 東北方有安比颱風 南海和台灣東邊有兩個熱帶低壓 關島附近和西太平洋 還有兩個熱帶擾動 都有發展趨勢 更有專家分析 未來十天會是颱風爆發季 目前根據氣氧局研判 除了東邊的熱地壓外 其他系統走向暫時沒影響 台灣就像有個防護罩保護一樣 不過這些熱帶系統未來發展 是否影響台灣還要再持續觀察 接下來五可言 洪敬偉 SNG小組 台北報導